哈喽 声音图像正常吗 正常扣一下1 咱们开始 今天把案例池精简了一下 然后游走侧眼退户的 我们就把它先删除掉了 包括今天盘中提醒的 我也把它加进来了 一会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那时间到了 我开始讲 然后有很多是盘中提醒到的 我直接就把它加进来了 大家可以稍带了一块看一下 科大智能这个是下午提醒的 因为它是强于指数的 把线取一下 首先我们来缩图看市 这只案例最高的时候 达到了31块钱 那么现在目前的价格是在8块钱 那我们用这个尺子 小尺子来测量一下 它的下跌幅度 那么下跌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有了80%的一个跌幅 那同样我们下跌的时候 来给它画一下集 今天教一下大家 怎么来给它下跌的时候 画一下它下跌的一个幅度 那我们是要给它画一下线的 我用这个笔来画一下 我们说跟上涨是一样的 那么它下跌的时候呢 它也是有一个梯子形状的下跌 那么像这里跌破了再也上不来的时候 那么视它为一级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 同样是不是这里 那这个稍微有点不准 可以再往下去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 在差不多这里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里呢是一级 那么这里也可以视为一级 这里也是一级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它有几级 一二三四五 五级是有了对吧 五级我们这个位置画的是到它最底部的一个位置 画到这儿了 那么这个是它下跌的第一波段 第一幅度 那么第二段呢是从这里进行 我们从下方的量能可以看出来 那这里是主力在干嘛呀 试仓和建仓对吧 因为它的量能告诉我们了 它在长期的下跌过程中 全部都是低量的 说明什么 没有大资金出逃 它在越跌越买 对吧 从底部开始建了底之后的 有一波拉升 这个拉升出现了放量 那说明主力在这里建了仓之后 大级别上来看 那这里是一波弓 那这里是手 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没有过前方的高点 那么量能上呢 是出现了近期的一个高量 那说明这里是一个筹码转移 上一次在这里的人 在这里出来了 并且我们来搜图看试的话 那么整体 这一根量属于我们 整个下跌图中的什么位置 我们通常说第一波拉升的时候 打到它的二一位左右 那么这一波 大概在这个位置 也是在它二一位的附近 那么这是第一个预判它第一波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这里 主力有了试仓建仓之后 又来了一波下跌 下跌之后呢 产生了一个底 那这个底没有再被跌破过 和前方的这个底 它是有预期同工之处的 在这里呢 它没有跌破 走了一个刹车换挡 那在这一波段 它形成了亮柱的一个风 那么在底下也是一样的 这里呢 刹车 那是不是后面没有再跌破它 形成了真底再抬高啊 那我们来缩图 放大来看一下 主力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那可以看到 从这儿作为拐点之后呢 是有过一波拉升的 只是说这波拉升的幅度 其间没有一个很好的大洋柱 只有这一根站稳单枪 那我们来划线的话 这一个呢 是真底 那么在第二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真底抬升了 对吧 在这一平台上出现了刹车换挡 那么最近的这次呢 这有一个缺口的一个支撑 在这个附近 又形成了一个抬升 它是不是这几级都是在抬高啊 那我们说主力今天是一个炸板单枪 它是强于指数 在这里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是不是试探最近的一根高亮柱的压力 那么这里呢 我们用高亮站法 这里是有一根高亮柱的压力的 然后它最近走的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它走的非常整齐 这是一根次阳柱 形成了王牌柱 那这里也是一根次阳柱 形成了王牌柱 这里同样也是 那这里呢 也是 它的节奏是不是最近在加快啊 这里一二三 第三天出了一根 这里一二三 第四天出了一根 那这里一二 那这里呢 一二 节奏上是加快了 而且它走起来的话 你看底部的背亮柱 背亮柱 背亮柱 底部的背亮柱 形成了王牌的合力和接力 那么今天这一根呢 是一根T亮柱 T亮柱的作用是干嘛的 是不是来试探左侧的封顶呢 那我们看一下亮能上来讲 它是一个缩亮来试探 说明这个地方 出来的亮能大不大 不大 转移过来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是跟T亮柱 常态来讲 它是要看条的 变态是看涨的 明天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常态和变态 那么我们说最近的赚钱效应要在20厘米的 所以呢 我们从选择上的时候就可以多看一些20厘米创业版的这个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捅过了高亮的10顶 8块7毛4 收盘的时候呢 收在了哪 21位之上 21位是8块4毛7 收在了8块4毛7之上 那么明天的时候防它什么呀 防它要低开 对吧 就是防它是个走它的常态要回调 如果回调的情况下 是不是要守这个高亮底不能被跌破了 这个地方21离的非常近了 如果它是回调的话 就是要防一下它的底不被跌破 在这里这一根柱子 继续来做王牌的合力和接力柱 那么它有继续向上的预期 并且它目前属于一个热点板块 电厂电器设备 对吧 我们说目前跟着板块走的话 上一波一个热点是传媒 传媒进行了一波反弹之后 那么包括中字头也有反弹 那么在这些板块题材之后呢 最新的一个题材是不是 什么呀 电网对吧 电网目前来 今天来看的话 它也是涨停加速最多的一家 包括四版和二版的高标权 都是电网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板块题材 可以大家关注一下 那么这里对它的一个预期就是 梯量常态防调变态看涨 在这个地方 如果它是以这一根柱子来做王牌柱的话 我们允许它进行一个回调 但是观察前方它回调回踩的位置 第一次是回踩到腰 这个是回踩到了腰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也是回踩到了腰 那这个呢 也是回踩到了腰 那这个呢 稍微强一点 在上三亿的一个位置 那么也就是强的情况下 明天它会回踩到上三亿的位置 弱的情况下回踩到二亿位的位置 二亿不能破 在这里继续做王牌的话 那么它继续还有上攻的一个预期 这是今天在盘中提醒的科大智能 它相对指数来讲的话 它是批大盘要走的好的 那么大盘今天收的是一根假银真阳 那么它收的是一根真阳线 所以从个股上来讲 它是强于大盘的 那我们突破了这里 大家可以看缩图看一下 这里是最近的一根高亮柱吧 再向左侧看的话 这里是有一群群峰的 对吧 突破了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谷底和峰顶的一个压力 突破之后 向上空间是比较大的 我们说这个地方 看一下量能 量能并不是特别大 针对于现在的量能而言 它是不大的 对吧 所以说常态来讲 过这个地方的话 压力并不会特别大 那这是这个案例 那么下一个机器人 也是今天在盘中提醒的 那么这个案例 是我们前期就跟踪过的 它属于工业机械的板块的一个概念 那么同样 它也是属于创业版300的一个标的 那么说缩图来看是 首先而言 它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曾经最高的时候在90多块钱 那么目前来讲 它属于14块钱 并且在缩图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最近的一根高亮柱在哪 竟然在底部 对吧 这说明主力在底部进行什么了 这个地方在进行了建仓 吃了大量的一个筹码 我们说同学们有时间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个下跌的幅度来给它画一画 自己画一画 你心里都非常清楚 它有几集 123456 对吧 最少是有5级 有的时候会达到6级 7级也都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么下跌的幅度呢 最好是达到多少度 从上面到下来的这个幅度 通常喜欢下是60%到80%左右的时候是最好的 那么当然下跌的越深是越好的 那么在底部出现什么样的信号 在底部出现了底底在抬高 那么以这个来看呢 这是最近的 这是不是要最近了 曾经的一个底 对吧 那么会发现底底在抬高 说明它的趋势已经发生了转变 那么看一下底部的这根高亮柱出现在这里 那它的作用是干嘛 是不是在左侧消化这些封顶啊 这里是二板之后的一个假阴真阳的一个封顶 那么说假阴真阳做的封顶 它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 那么在这里呢 它继续在下跌途中做了封顶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一根高亮柱是这一根亮柱 这一根亮柱 那这一根亮柱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和前面的这个掌停板合起来看 那么说它的十顶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两根阳 我们就可以把它来合起来来看 掌停板如果不被跌破的话 它身上找穴位 只要不破它的二一位 那么它都是强的 不破它的上三一 上三一顶二一位 那么它都是强的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出现了高亮之后 第二天是一个假阴真阳 那么有了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这一波回调踩到哪里了 大概是在它的上三一的一个位置 左侧有一个假阴真阳 做了一个封顶 那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上三一的一个位置 那么出现了什么信号 低亮柱 这里是不是低亮的平亮柱啊 我们说它的已经被激活过之后 量能不可能再缩到前方的 像这样的摆低的位置 来看这个位置的量能 是没有被激活之前的 它是不是低亮 量能非常低 那么自从有了这根大阳柱激活之后 它的量能就不可能再回到那么低了 那么来看一下 以这根高亮的四分之一来划线的话 它大概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一个合适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这两根平亮柱 是达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昨天呢 是有过一个单枪 一个微增量的一个单枪 头发特别长 直接打到了前侧 战略柱的这个身上 那么可以看到 它捅到了战略柱的一个底之后 那么今天呢 直接来了一个什么呀 大家来细心看一下这些地方 它是有精准的 今天直接在盘中 踩到了12块9这个地方之后 开始拉升 那这里是12块9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这是不是精准 我们说衡量主力控盘良好 是不是它的精准会比较多呀 控盘既有精准线 那么又有温和的这个量能 是我们说衡量它控盘良好的一个标准 那今天呢 精准的可以看到 它是打到前侧的一个压力位之后 下面踩到了这个重要的支撑之后 收了一个阳线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在哪了 14块4 这是前方的一个什么风顶线 也叫做 也叫做凹风对吧 那我们说高亮虽然在最近消化 捅过消化过一次 今天呢 它是没有站上高亮顶的 高亮的虚顶 和没站上和左侧前期的一个凹风 那么在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 它明天的开盘就决定了它的走势 那么主力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过掉这个风 大概率是不是要走到这个位置了 也就是说量能放出来了 它阵阵上呢 向上乘一个Z字形在走的情况下 只要被激活过 那么它的走势 基本上不会更改的 那么看一下 它的自由流通市值是156亿 也就是说 它形成了一个趋势以后 短期之内是不太会更改的 它属于一个比较大市值的趋势股 所以如果是做这种中线或长线的 可以关注一下它 目前处于一个底部 而且要是一个过风的一个位置 这是风下的一个下蹲 下蹲之后来了一波 那这里可以看作是风下之后 预阻一个下蹲 下蹲之后在这里长阴加长腿 那么在这里又来了 背量加背量攻击性形态 那明天可以看一下 它是怎么过风的 即便它在这个地方不过风 出了阴柱回调 那我们可以做波段情况下 可以来进行满阴进场 它的市值 自由流通市值比较大 所以这个地方当作一个波段趋势票来看 中良资本 它属于中字头的 它是我们在早盘的时候讲到过 它呢属于中特估和多元金融 有这个概念 那么可以看到 它的也是被激活过 左侧呢是有一个凹间风 左侧这里是一根凹 这里呢是一根什么 阴柱做成的凹间风 那这里是三板之后的放量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在出逃的 筹码有交换的 我们说怎么来判定这个地方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后是有序缩量的 说明什么 走的人是从下面跟上来的人走了 但是主力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走的 那么它在下方来进行横盘震荡的时候 我们都不看 这个时间是比较久的 什么时候来看 突破凹口平衡线的时候 今天有个人问那个凹口大音的吗 这个地方呢是一根长音短柱 一次没过 两次没过 三次没过 四次没过 那说明在这里是有一根强大压力的 那么这一天突破过去 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第二天它怎么走势 那么常态来讲呢 这里是有大的压力的 跳空缺口的压力 第二天跳上起了 说明主力做多的意愿非常强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 它的实顶跟虚顶是有大压力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跳过去 但是顶上的压力的话 你必须要打到这里才能打出来 那可以看到二板之后出现了一根高亮 这根高亮精准的打到了9块7毛5的下方 出现了亮能的转移 我们来向左看 这一根亮能是不是高过左侧所有的亮能 说明前方所有的筹码现在都到了这一根柱子之上 那么常态它要干什么了 出现单枪 尤其是这样实体非常小的单枪之后 常态就是要回调 毫无疑问的就是要回调 那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回调了 假印针阳之后 缩三一然后缩亮开始回调 回调了以后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按什么来操作 向左来推看一下它踩的是什么位置 这个掌停板的底在它的头上 对 这个掌停板的实底呢 在这条的头上 但是它没有踩到掌停板的实底 那说明它是什么 墙的 踩顶的一个墙桩 对吧 那么它在这个位置踩到哪了 我们向左来 向左来看的话 它是在这根高亮阴身上来做文章的 就可以把它看到是前方的一根踢亮柱的这个顶 那么说只有在跌的图中 我们是不看的 对吧 包括这一天出阴柱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伏击点的 我们只知道假印针阳之后 缩三一然后再缩亮来跌 只有这一天反包了之后 盖过二一盖过十顶之上 我们才知道这一天反包来了 板后又出了一个假印针阳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地方主力是频繁的在做什么 回马枪 回马枪通常是1.5的空间 对吧 板这一天我们如果介入之后 第二天你会发现 它跳空没有过左侧的压力位 是不是要先走啊 走了之后 又一个缩三一 今天又是一个反包 今天是个真阳假阳 今天是水下拉起来的 对吧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中字头 中特锅 风还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下 它已经把这根假印针阳的底消化掉了 我们就在等它轮动来做反弹 那这个地方下方有虚腿的 就腿的一个压力 也可以用二一 也可以用腿来看 它是没有破它的腰的 对吧 掌停板的这个腰没有踩破 目前来讲它的还是很强势的 这个地方是缩三一之后 今天收了一根平亮柱 平亮柱什么意思啊 说明这个地方并没有放出备量来 对吧 我们用早盘的进价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早盘是有资金来的 但是太少了 所以这个地方今天没有放出备量来 没有反包 那么我们说它是有反包预期的 那要看一下明天能不能走出来 那你会发现它属于一个风下的一个走势 风下在这里走了一波下蹲 第一次呢 是试探到这里 这里试探了 试探之后来了一波下蹲 下蹲到这里之后没有过去 这是不是第二波啊 第二波你会发现它如果按底来算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真底在抬升啊 这是第一波的底 那这里是不是第二波的底 黄金线在哪里 是不是虚线是8.88 然后实现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相当于整个涨停板的一个上三一的位置 我们说一次两次 那么第三次是不是有过去的预期啊 这是对它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说 它是风下下蹲的一个动作 在这里走出了被量伸缩的一种形态 那么突破的时候是要干嘛 一定要放量的时候 来资金来量的时候 它就会突破左风 9块7毛5这个地方从来没有突破过 在这里全是消化 对吧 但是它的石没有占上这个须 没有占上9块 实体没有占上9块7毛5 那么这里呢 明天主要是中特沽这个板块 有动作的话 中量资本属于非常强势的一个前排票 它还会再继续向上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预警线设一下 预警线设在哪呢 因为今天已经有单枪消化过 那么预警线可以放在这一根高亮的底 打过的时候也过了9块3毛6了 这个地方 9块3毛6这个地方 也是如果实体能出一根阳线站上的情况下 突破9块7毛5也是 也是很在常理之中的 这是中量 焦点科技也是我们今天早盘的时候盘中所提醒的 那么它是属于有AIGC概念的互联网概念的 那么缩图来看是 它属于底部已经激活过的 我们说从上方下来的时候 经过的这个是我们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 到达第一阶段之后呢 那开始来什么 攻守冲防冲 彻眼退不退 攻守冲防冲 在这里形成了底底在抬高 那么我们说它最近是已经被激活过的 高量在这里都已经产生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 从这里二板之后的一个假阴真阳 什么时候突破过去的时候 就说明它在走冲段 对吧 这个节奏就比较明显了 过去就为冲 我们看一下这天过去了 第二天呢 是出了一根阴柱 没有确认之后又回来 这是不是第一次过 这是第二次过 我们说第一次过往往是假 如果你能做一号买点的话 就在一号买点做 那么二号买点没有确认的情况下 那就说明它是过风失败的 对吧 那么第二次来的时候 炸板单枪之后 这是什么真的过风 这里是一号买点 那么这里是回踩之后的二号买点 在这又做了回马枪 对吧 回马枪之后 在这里又一波拉伸 走得非常强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不是又继续来做回马枪了 虚腿踩了一根 这个虚腿踩到哪了 掌停板的底没有被跌破 收的时候呢 收回去了 收到了它的石顶之上 那么说明这个掌停板呢 是有足够的一个撑力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这是一根炸板 跌停板撬起来之后 第二天呢 这根单枪完全把它消化掉了 这还是一根放量银 第二天被缩量消化掉了 我们通常说底部 不管是底部还是上升的 在途中的时候 如果阴是放量的 那么第二天的刺氧要缩量的 那如果阴是缩量的 第二天刺氧要被量的 那么今天直接来了一个低开高走的掌停板 那这个板拉起来是非常快的 这个不太好捕捉 盘中的时候要手特别快才可以 还要对它进行跟踪过 另外它的位置相对来讲 不是属于非常低位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明天要达到它的二一位 以及石顶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预判它能不能走二波的一个重点是哪 是要过了它的石顶 才能预判它走二波 如果这个地方明天要进的话 可靠不可靠 你要预防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过不去的话 打到这个顶的位置 有可能是要有回调的 对吧 那么同样来说突破它之后呢 是不是要走二波了 不是走二波三波了 一波走在这了 然后这里是二波回去再过的话 这是三波了 它是很强势一个案例 那我们说缩图来看 为什么这么强势 是不是因为左侧都是空白区啊 筹码真空区 所以呢 如果突破过去 大概率能达到52块钱 对吧 我们用周线来看一下它的压力 左侧这一根大阴柱 目前来看的话是统过二一位了 统过二一位 筹码呢也已经有 对吧 有高量有筹码转移 那么 通过二一大概率 它是要到十顶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激进型选手可以看一下它 那稳健型选手 大概率不要看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缩量的一个涨停板 那么它大概率打到这个位置 还是有 有几率打到这 但是能不能过去 就是要看明天盘中的一个资金状况 焦点科技 杭州热电是 也是这样的 杭州热电是梯子板之后进行放量 我们说梯子板在这一天是个缩量 第二天放量直接站上左锋的时候 这个是个买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天是零号跳空过18块5毛5 这一天的增价图我也有 早盘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回踩一个动作的 那么早盘走的稍微慢一点 是尾盘来封盘的 通常我们说过风之后为冲断了 今天直接是零号高开了 昨天这个封板封得很晚 其实它这个涨停板不是很强势的 早盘封出了一下板之后 一直处于一个开的一个状态 只有到下午尾盘的时候 来了一点资金 把它封上去了 那么前天中间的时候 可以看到是几乎没有什么量能的 通常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这是跟高亮吧 今天是不是直接走了变态 零号开盘了 所以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势头 并且它目前是虚拟电厂里的一个高标 它是今天厂内四板的一个 四板里面一个日波时尚一个它 那么日波时尚是有重组概念 连着两个一字板的 那么真正的一个高标呢 就属于杭州热电了 那么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明天要到左丰附近了 如果没在车上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就不要追了 明天到左丰附近了 如果在车上的情况下 明天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怎么过风 那么我们前一波的高标 通常都是走到五板的 五板就开始断板 所以呢 这个我们明天的情况下 要看一下它能不能冲破五板 这是杭州热电 英可瑞这个也是同样的情况下 它目前属于非常非常强的一种势头了 我们是在过风的时候对它进行提醒的 对吧 底下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走得非常有节奏 左风在这里 在底下之后一根大阴柱 大阴柱之后呢 一根次阳柱 我们说次阳什么样是为好的呀 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说极阴次阳 极阴次阳 极阴越大越好 是不是次阳也是越大越好啊 那么次阳的质量决定了 它后市的一个涨幅 我们有一节主客 前期一直学习的同学也知道 那么次阳呢 直接盖掉阳顶的为最强的 它后面的涨幅有15% 那么盖掉阴半的情况下呢 是10%到12%对吧 那么如果没盖到 打到21位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么说次阳的质量是很弱的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形成了一根王牌柱 次阳形成了一根王牌柱 它的节奏走的也非常鲜明 这一根 那么在这里呢 形成了合力 合力之后 1234出现阴了 黄金线上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逢D介入的那个D呀 D是指D量 这一天直接盖过去了 盖过去之后 有两个介入点 第一个介入点是逢D的D 第二个介入点是什么 盖过它的顶 因为它的实体比较小 盖过它的顶 还有一个第三个点 就是它过风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成是一波什么呀 刹车在这里横了一下 然后换挡 换挡过高点的一个位置 对吧 我们说这是前一波的一个高点 去这个位置也可以 去这个位置也可以 那么可以看到 这是掌停板突破了左侧的一个什么 重要的一个风 这个风是被攻占过的 不叫攻占过 试探过 消化过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左风 是跟T量柱形成的左风 是跟高亮 这个地方是一次消化过 但是没有站上过 那这个地方是掌停板站上过 但是我们说这个位置呢 它上方露出来的头太小了 对吧 需要第二天的一个确认 那么第二天出了一个什么呀 零号 确认了 零号单枪确认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走了一个一组 一组什么 倍量伸缩 对吧 掌停板之后 炸板单枪呢 这一天假样 出现了一组倍量伸缩 在过风的时候出现倍量伸缩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第二天是不是要等它的一个确认呢 等它的确认 对吧 并且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地方就可以掌 以掌停板的底和它的顶来做测幅 它的底来乘以2 或者它的顶来乘以2 强势的话 它的顶乘以2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王牌柱的基柱有了 第一天 第二天有了 第三天直接来了一个什么呀 反包过顶的一个确认 对吧 走势是非常强的 那么这一天呢 继续零号向上 今天呢 可以做一个T零 它是一个缩量的情况下 这是不是价长量缩呀 T量常态应该看条 但是它是一个价长量缩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打到 要打到左锋的这个位置啊 大概率也打到这个位置吧 我们来给它靠一下压力 第一大概要打到这个位置 对吧 然后第二要打到这里 英可瑞目前在20厘米 它是算是顶强顶强的了 如果在车上的情况下 一直可以拿到这个位置 看一下它在这里能不能突破 如果不在车上的情况下 估计也不会追了 对吧 它底部的节奏是稍微慢一点的 背量背量 我们观察一下它的量 主要你会发现 这里是小背量 然后什么 小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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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但是它被激活之后 走的就是什么 撞阳线 以及量能放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 板后双修 这个呢 直接板后上弓 板后单修 走的节奏是比较快的 没在车上的也就不追了 在车上的情况下 可以再继续在里面做T0向上 这个终于是上 它属于纺织板块的 那么说 它是强于省的 强于这个板块内的高标的 板块内的高标 它属于今天是一个跌的一个状态 来看一下 红蜻蜓对吧 红蜻蜓昨天是一个跌停板 那今天呢 是一个低开高走 缩三一下来 是不是假跌 是 但是不能进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英时尚呢 它属于300的 首先它属于创业板的 那么 它有没有受红蜻蜓的影响 它比红蜻蜓板块走的 红蜻蜓的高标走的要强势 对吧 在这个地方是 我们来缩图看一下 首先来缩图看 是它属于一个相对的底部 我们通常情况下 如果是做中长线的 那么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会太慌 因为它位置相对来讲 是非常低的 那么第一 我们说生命周期的几个阶段 是要需要 必须有的 第一个是它的下跌段 那这个是必须要具备的 第二阶段是它的横盘整理段 底底再抬高的 也是要有的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突破最近的一个左锋 那在这里可以看作是 它的一个风 那我们来说 放大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擦掉了 前一阵画在这里 那么看一下 这里是一直没有过去的 对吧 消化过 打到这附近的时候 一直没有过去 那么从这一天 涨停反过去了之后 这是被激活过 那这是不是冰临成下呀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 这里是什么 呃 背量 底下出现的背量 背量 然后这里呢 做了王牌 对吧 王牌之后 在这一天呢 出了阴柱 它的量性走弱了 但是第二天 直接来了一个什么 反方 说明这个地方 过风的时候 会出一根中到大阳 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炸板单枪 这个炸板单枪是高亮 我们就以它的顶底 来做工房 把线去一下 那我们就以它来做工房 目前的一根高亮 你会发现 它既是什么 这一天作为王牌柱的基柱 它既是后三日的黄金线 同时它又是什么呀 高亮的顶底来做工房 对吧 这个头发比较长 它是说明试探过上方的 那放出来量能之后 只要不跌破它的底 你就在这条线上来低吸 什么时候过它的石顶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干嘛呀 来做介入 那么过它的虚顶 那就是说明确定性会更强一点了 以它的这三个线来做一个设防 那么这一天呢 是直接高亮之后的这一天 它是一个缩亮的 那看一下 它是一个假阳 因为它全天都在水下 只有尾盘拉升 我们说这种拉升 第二天常态会有一个低开的 因为它是假阳状态 全天在水下 只有在尾盘的时候 这60分钟左右才有过这个拉升 它没有占上80分钟 对吧 那么第二天直接就是一个 假阳之后的一个低开低走 那么底有没有跌破 11块2毛8没有跌破 那么今天直接来这个零号 零号这时候工房线设在哪了 设在这个阴半的二一位了 突破它就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临界 如果激进型可以在底部的时候 11块2毛8这个地方来来做低息 那如果是稳件型过11块5毛9就可以 那么今天收到的是9个点 9.82个点 那么向左侧来推看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峰顶线 尖左侧的一个谷底线 那么说这个地方的压力大不大 你就直接看这一根的虚顶的压力就可以 高亮柱 因为它已经把前方所有的亮能都消化过了 亮柱上它已经盖了 这是一根战略高柱了 对吧 这个位置处战略高柱 那肯定是在吸筹啊 主力不会在这个地方跑吧 那么什么时候站上它的时候 这还是一个庄家语言 12块888 什么时候站上它的时候 说明它选择方向 是不是在向上了 周线来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根摆高柱啊 摆高柱之后是架涨量缩的一种形态 好的 这个是中英史上 走得很强势 它是仿制服势 里目前来看 走得很强势的一只案例 那么中性金属 它代表的是中特固 今天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形态 但是可以看到在这里 是做王牌柱基柱了 已经开始 那左侧是高亮顶 高亮顶之后 那么这是一波连续的拉升之后 放了高亮 这是一波刹车 那么目前是不是一换档啊 可以这样来看 因为它没有直接上去 在这里可以看做刹车 那这里是不是换档在上啊 换档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没有破掉它的二一位 说明目前还是强势的 对吧 这是涨停法 之后是一天两天 明天是不是就三日定性了 明天就是它的一个定性了 那如果过掉左侧是一块一毛五 过掉左侧的高亮 那它还是 它目前是中特固里很强的一支案例 那如果看中特固的话 首先要看它的 所以它明天是王牌定性 可以看一下它定性之后 是量性走强还是走弱 如果这个地方出到 出一个大阴 在不破底或者是不破二一的一个位置的话 我们还可以以大阴来作为伏击 那如果明天直接开盘给强势信号的话 那说明板块上是有联动的 那中特固这个板块说明明天是要反弹的 就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来过这个顶的 宁和电子 这是我们前期的一个案例 它属于储能的 是前两天轮动到的 那么缩图看市 它也是第一阶段是有了的 长期下跌是有了的 跌幅也是有了 那么第二阶段呢 横盘震荡整理 攻守冲防冲 撤眼退不退也是有了的 那么该什么了 该右侧的进攻了 对吧 这是最近的一根高亮 我们说最近的一根高亮柱在这里 这根高亮是怎么来的 炸板单枪 然后这个板之后放了一根高亮 高亮之后 这是一波缩亮之后 又再一次上攻 那么底部这根高亮 已经被这里消化过 你就会觉得 它的量能没有这根高亮大 为什么呀 因为筹码没有出来 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是缩亮过高亮 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向上啊 你在向左继续来推看的情况下 你发现左侧这是一个多峰 它不是一个单峰 这里有峰 这里有峰 那么这高亮在这里 那这里又一个峰 说明这是几次了 它消化的是这一波谷底线的压力 以及多峰的压力 对吧 一次两次三次 打到这儿的时候是第三次 我们来看一下 放大来看 这个之后是有了一波下跌 那这里我们通常喜欢是不参与的 对吧 下跌的途中也没有给到王牌 只有在这里有个王牌 其他没有很好的参与机会 那么这是一波刹车 大级别上来讲呢 这是一波刹车 那这是一波换挡 换挡的底呢 是有抬高的 那么 攻到了这根21位和石顶 我这个线应该改一下 改到这个石顶的一个位置 这根线是前期的时候在这画的 那么这里呢 它是消化过了之后 打到了石顶 你会发现 画这儿也可以 画这个21位也可以 因为这个阴是两根带亮的阴 你看一下 这两根是带亮的 所以它的21位的时候特别不好过 你会发现它消化了很多次 一次两次三次 之后在这里用一个掌停板过去了 过去之后了 上方还有这里的一根压力 那这里是假阴真阳做的一个风景 常常来讲 我们说它的压力并不是非常大的 你会看到它试探过了 同样也是假阴真阳 试探过之后回踩 那么今天 今天是收了一个什么 阳盖阴 最近的一根高亮在哪 在这儿 今天是不是咬线呀 收盘收在5块9毛3 是咬住了这根线 那我明天看一下 咬线之后的一个确认 我看一下5块9毛3 它是有没有站稳的过 在这里对吧 站的不稳 站上去的时长不够 尾盘收盘的时候来咬线了 那明天它早上的开盘就会给到这个方向 今天是个咬线动作 那么以王牌柱来讲的话 这一根是基柱 这一根是王牌柱的基柱 那么其后呢 是走了一根合力 那这一根是基柱 那这里今天是不是第二天 明天又是第三天来定性了 看一下底下这一根是王牌 那么它走了一根合力 接力 这里是接力 那这一根呢 是走了一根 它之后走的是合力 那么今天的情况下可以看一下 它是个杨盖音 咬线咬住了5块9毛3 但是站上的时长不够长 明天看一下它能不能进行一个反包 它是属于前期比较强势的 储能的一个案例 银河点子 同样向左推看 它也是属于峰下的一个位置 我们观察一下 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过群峰 如果过掉群峰的情况下 那这一波是不是冲断了 开启冲断了 可以看一下 珠江钢琴 它属于一个超跌的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原来提过的 那么在这里没有被大洋激火过 走的比较碎和慢 那如果你是做这种 平常没太时间看的 你就可以慢慢关注它一下 这个地方是有谷底线的 这是过去之后回踩 那么常态来讲 它还会向上 向上的预期会大于向下的预期 这个地方是过 过了之后回踩 回踩了之后 它向上的预期会大一点 但是我们说最近 它没有被激火过 全是低量 所以这个做长线可以看一下 做短线我们暂时先 不太看它不太强 那这个地方 北京文化它属于传媒娱乐的 传媒娱乐昨天跌停的非常多 我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属于低量对吧 我们说这里是假跌吗 缩量是假跌 今天它来了一个反包 那么说这个反包 并且出了一根单枪 这个地方可参与度高吗 就是结合板块来看的话 我们要等一等 它的传媒板块 整体来讲 昨天大跌不会这么快 来进行一个修复 所以这个就可以暂时观望一下 那么说它今天走了一个反包 整体来讲呢 还不是特别弱 对吧 早盘有过一波拉升 之后呢 全天在人线之下 确实是个反包 那它今天要走回马枪 是没走起来的 对吧 手盘的时候只达到三个多点 传媒娱乐板块 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先看一看 暂时先不看它 过两天再看 五矿资本 它属于多元金融的 也是我们前几天的时候 在提到过的 这个地方也是过风 你会发现 我们其实大部分案例 要想走的墙 都是过风之后 这个地方是过风 一号买点 但是过风之后 直接来了一回彩 这个地方 是不是等二次过风了 今天收的是一根假阴真阳 我们等它确认 二次过风之后 我们说二次过风 怎么叫确认 它的顶 那么如果过二一 大概率证明 它是要向上的 到顶的预期就是有的 这个地方可以看成是一个 风下的下蹲动作 过了风之后 有一个下蹲 然后再向上的一个动作 那么重要的位置 就在这根阴的二一位 二一位如果过不去的话 它没有向上的一个可能 只有突破二一 才能有向上的预期 它的市值也比较大 132亿 所以它也属于一个 趋势类的一个案例 就是不要去追高 它的盘子比较大 只要一旦形成趋势 它会延续一段时间 太永长征 是我们前两天看的 对吧 智能电网的 整体缩头看是 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不太慌了 你知道它属于哪一段 第一阶段已经走完了 不慌了 因为我们不是上面的人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的人 就不太用心慌 那么第二阶段是横盘 震荡整理也有 那么第三阶段 是不是要突破的一个位置 这是一波强势拉伸 1234个板 那这里也是一样 12345 你会发现 它一拉起来的时候 都比较迅猛 那么它最近 是不是又被激活过了 你会发现 掌停板又多了起来 没被激活之前 我们可能在这不太好发现 这一天掌停板之后 你会发现 以它的头来画一根线 它是一个踩顶 我们说踩顶是什么装 强装 对吧 顶不破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形成了王牌的合力 这一根炸板单枪呢 又开始做王牌 那这里是不是又开始做王牌了 向上的话 突破13块8毛3 就是一个买点 因为上方14块5毛4 这个缺口的压力 大概率已经消化过3天 3次了 所以只要它形成王牌 它还是有向上的预期的 不难的 今天是一个缩量 这是不是黄金线上线低量的一种形态 我们等它确认啊 主力不确认的情况下 我们不开枪 看到这一根高亮 左侧向推的话 你看到这一根高亮 是被什么消化过的 对吧 被这里消化过 被这里消化过 它肯定还会打到这 只是什么时间 我们不是确定性的 只有在它强势上弓的时候 才能打到这 过了这之后 21还会再消化一次 然后才是顶 这时候到顶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点难度了 波动会越来越大一点 因为这一根是带亮的一个阴珠 对吧 那目前来看 它走的比较强势的 掌停板 这根是炸板弹枪 这根是背亮珠 在底部的背亮伸缩 已经有了 提问的稍等会儿啊 把这个几个讲完 速度速度 中芯国际 它属于芯片半导体的 今天芯片半导体 有动作拉升 但是它没有太强势 什么时候过21 我们再看 不过21的话 我们不看啊 它属于688的一个 芯片里头游走的 目前来看比它强的 我们说它是不是 也是风下的一个动作 取一风下了 一个大阴柱子 什么时候盖了阴半 就是要向上的一个预期 不盖阴半 我们不动手 美吉姆文教休闲的 也是被激活过了之后 掌停板 回马枪 掌停板 它是一个做回马枪的一个高手 大家来看一下 炸板弹枪 123 出了一个板 对吧 那这里呢 它这个是踩了底左右 就接近于踩底的 那这个是不是也接近到踩底了 今天你看这个线 明天给这个的阴二一位和底 设伏击线就OK了 它是做回马枪的一个高手 文教休闲 你会发现 但凡文教休闲 英童概念里头 就少不了美吉姆 就算是这个行业里的好大 中储今天要看一下 能不能走夹豆的一个预期 它也属于央企和一带一路 这个地方呢 是高亮 比目前没有跌破 再看一下能不能走夹豆 如果跌破了 就不再看了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它是 把这个线去掉吧 这个线有点 其实没多大用 那么左侧呢 是有一个支撑线的 这个地方同样也是一个 上三一的一个位置 支撑之后 上去盖掉了高亮的顶之后 又继续下来了 为什么下来了 因为 这根是一带一路 单枪走的比较 这个走的比较强势的时候 出现了单枪试探之后 缩三一缩三一 是不是假跌 是假跌 假跌我们说也要出来 对吧 今天是不是低量 也是个低量 等什么 等确认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形态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夹痘的预期呀 只要一带一路 有动作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夹痘的预期 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左侧的 这个风顶消化过 一次消化 二次再上的时候 是不是概率通过的 就要大一点了 这也是一个 风下的一个案例 你会发现我们 选的大部分都是 风下比较强势的 风下下蹲 这一下不可怕 下蹲之后 我们期盼的是出大阴 什么时候盖了阴的半 就是我们上车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的阴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连阴 对吧 是不是可以看成一个连阴 大阴啊 就是我们 我们等的就是这根大阴柱 大阴柱之后 什么时候过阴半 底就是墙式的一个伏击位 阴半就是正常的一个伏击位 艾比森半导体的 它今天走的也不如中阴墙 对吧 这也是风下 是不是发现我们的案例 都是这样的 风下试探过 然后下蹲 什么时候过阴半 我们再上车再来看啊 上海信阳 这个也是半导品芯片的 它属于大基金的 这个也不着急 也是慢慢看 它属于91亿 一个大市值的一个 一个案例 这个地方 走的 你就会发现 它过风之后 回踩 过去 回踩 过去 没过去 上方 再下来回踩 走的 相对来讲 比较稳 比较慢一点 半导体有大动作的时候 它才有 这种票适合一买音 底不破 我们就来买音 然后做波段的 这几个是波段的 中刚呢 比中宫走的强 中宫已经破位了 我就把它 从我们这里面先删掉了 中刚你会发现 它也是左侧有风 右侧呢 已经试探过之后 开始连音下跌 跌停板 翘板 跌停板 有人来翘了 之后缩31 然后开始连续下跌 这下跌的途中 没有给骗你的机会吧 说明主力还是很 很OK的啊 下跌无临界 9块3毛6 是不是止跌了 这个地方是有止跌信号的 但是没有确认 怎么样要确认呢 明天 反包它之后 盖过21也可以 然后盖过顶也可以 激进型选手 再盖过21 然后稳一点的同学 再盖过顶 这个时候 是可以上车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 它是连音下跌的 你要有 对它有一个预估 就是它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过去 是一个刹车 然后再来一波 是个换挡来上去 因为它已经超过 回马枪的期限了 三天回马枪的期限超过了 可能会走刹车换挡上去 这个是中钢 锦红属于仿制的 仿制里 它是不是这样一看的话 没有中银墙 对吧 但这个是我们跟踪了 很久的一个案例 还可以继续再看 趋势没有走坏 突破哪 突破它上方 这里是走了 倍量伸缩 对吧 这有一组 倍量伸缩 这有一组 倍量伸缩 向左侧来看的话 这里是有 谷底的压力的 谷底线的压力 在这里 对吧 这里就有 谷底的压力 并且这 还有一根带亮的 这一根柱子是带亮的 所以通常向上走的时候 它会稍微 慢一点 锦红 但是它趋势没有破 你会发现它上来的时候 假印真阳 这个封顶 站上之后 这里是一号买点 冲破这里的时候 是一号买点 那么回踩之后 是二号买点 我们通常说 下方有多长 上方有多长 那这里之后的回踩呢 是踩到了掌停板的腰 掌停板的腰没有破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守一下 这里是坐了一个刹车了 已经 掌停板的腰没破 这里刹车是一个坑 这里是不是换挡 再上去过这个高点的时候 就是一个买点了 所以预警线可以设 我设的偏低一点 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这是不是刹车换挡的高点了 向左来看的话 就离得比较远 这个地方的压力 这是解红 清楚了吧 这是踩腰之后 刹车换挡 我们等换挡过高点的时候来买 太平鸟 太平鸟也是跟了比较久的 你会发现它也没有中银墙 但是这个地方25块三毛三不破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逼吸 然后最近呢 伏击位在26块两毛七 突破的时候才能选择向上 这是太平鸟 这个地方是不是高亮不破呀 高亮不破 牛股三角的一个口诀 好了 我把案例讲完了 我再给你看一下云中码是吧 云中码是否有回马枪的预期 云中码首先你来搜图看是它属于纺织服饰的一个案例 对吧 目前我们说300走的是强于主板的 那但是它的趋势是在底下已经产生了什么呀 掌停板来进行刹车了 左侧呢 取这根阴 但凡它过掉这根阴的时候 你会发现底部放亮的阴是干嘛呀 主力不会在这来卖货 肯定是吃货对吧 盖掉它的时候就是一个伏击点 伏击完之后第二天没有给一个高的预期 直接来了个抵开抵走 那么手的是左侧这儿不破 或者说是手掌停板的腰都可以 这两个位置都可以 因为只要你突破最近的压力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支撑 那我们说最近的一个位置 手下它的腰23块3 你看一下今天它做的什么动作 我们说昨天是缩三一 在这个地方呢 是要等它一个回马枪 回马枪突破哪是买点呀 知道回马枪突破哪是买点吗 盖掉以王牌注买点的话 盖掉它的顶的时候 突破这里是买点 所以今天没有给上车机会 但是今天是一根低亮柱 继续来缩亮的一根低亮柱 再次确认了二一不破 那这个地方是收十字星 我们说风险它是不大的 因为它已经在底部这个位置了 但是要说确认才是一个买点 因为它有可能像这样的一波走势 是吧 突破了之后缩三一缩三一 然后慢慢慢慢震到震了 把底也给破了 所以这个位置只有突破的时候 才是确认它发生了一个转势 那你会看到它一直都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势头 是吧 撤延退户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不破继续向上 突破 突破最近的一个高亮 突破它的谷底线的时候 就说明它的行情发生逆转了 是走攻守冲防了 目前来讲的话它处于底部 就是房跟那个撤延退户的这个阶段 只要它突破最近的谷底线 以及高亮的话 它就是在走攻守冲防 节奏上会发生逆转了 北八传媒 北八传媒 这个 要走啊 这个是昨天我们竞价的时候提醒到了 因为竞价它确实很强 我们把它选出来了 它是直接跳过去之后 快速封版的 那看到昨天它是一个假阴真阳 那么什么样为强 次日反暴为强 今天直接来了个低开低走 亮能上 这是不是九阴呢 这是叫九阴 亮住圣阴 架住圣阴 九阴线要快逃离 它什么时候 这个已经做成一个封顶了吧 这是一个封顶 封顶之后来了一波下跌 那么它要跌 继续还会再跌 跌到什么时候 跌到 这根黄金线附近的时候 看能不能形成支撑 如果形不成支撑的话 通常这种跌就是两个跌停板 附近左右的时候 20厘米 或者是如果不是特别强势的票 十大几厘米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直跌 横盘直跌的一个状态 嗯 对 它目前是在走车眼退户 所以该离场是一定要及时离场 这一天炸了板 说明有人在逃了 已经走弱了 这一天看跑了多少资金 一点 一点多亿 对吧 1.04亿 早盘很强 是直接拉起来的 那么到尾盘的时候 就有人跑了 有人跑 有资金出逃 证明明天大概率 反包的几率有吗 有 但是不太确定 但是今天直接就告诉你了 为啥 因为今天 汽车是不是没动作呀 如果这个板块在的话 汽车 汽车板块拉升 它可能有反包预期 但是汽车今天没动作 掌停板上都看不到汽车的 汽车的身影了 汽车板块身影 所以它就直接走了车眼退户 这个地方是要离场的 它已经在走车眼退户了 我们说现在的行情 就是一个字乱 它轮动是比较快的 但是你就可以抓主线 现在主线在哪身上 在电网身上 然后轮动的时候 凡是反弹就是卖点 或者说你能做快进快出也可以 好的 那是我们今天的案例 跟踪就全部再讲完了 如果有盘中提醒的情况下 行情好的情况下 我会跟大家再继续提醒的 因为这两天就大盘而言吧 它就是一个下探底买音的一个动作 如果这个地方不是没有很好的确认性的话 通常我们是不在盘中跟大家说 大量的案例的移动的 就怕它是一个冲高 那低吸是可以的 但是好多不太适合 或者说是没有掌握住低吸的精髓的 我们就等正向来确认 好的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案例跟踪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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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